咳咳,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去台灣一定要吃牛肉麵 其實台灣的牛肉麵並不是源自台灣 而是源自蘭州的 你去大陸經常聽蘭州奶麵 來到台灣,台灣人就把蘭州的麵改為村味 酸酸辣辣的麵 我第一次吃台灣牛肉麵其實是在香港 酸酸辣辣重口味的 但是我來到台灣才知道原來牛肉麵也有清淡 所以今集我們跟大家試一碗清淡 一碗重口味 兩隻都試給大家看,不過是和食給大家看 今天來到台灣這間糯米牛肉麵 有40年 對,已經有40年的歷史 你別看現在40年會看它的裝飾這麼新 其實這是一個很舊的店 平時去台灣外面吃飯,街邊檔 很冷氣,很熱,很熱 但又吃一些很熱的當麵 那些店 現在已經變成了這麼新的店 今天還有另一個陪食的客人 美謝 你好 他有其他小菜 但你吃一個麵就吃得很飽 真的 因為它的牛肉不是很小 因為它很大 因為它的麵 它是在這些麵的刀上的 原來很飽 來台灣吃得比較小 但是它不是 很大 看看它有沒有 在城裡 和日本的拉莫分別 牛肉是用牛斬肉的 所以裡面會有少許膠質 配合著牛肉 它夠軟 也夠入味 認真吃它的牛筋 其實是有少許辣的感覺 但是唯一的味道就是 它不夠入味 我下批100分 你會批多少分 8分 為什麼呢 剛才就是 因為我喜歡喝的貨 這肉呢 這肉質 它是容易咬的 因為暫時不太覺得有黏牙的感覺 可能是我的牙辣酥 所以不太覺得黏牙 但是OK 但是牛的味道 味道不夠 可能它那個 單調牛的時候 那個時間不夠 所以牛的味道 牛的味道 牛的味道 和牛筋 都是一樣 牛的味道 牛的味道 沒有那些 湯的味道 差不多 40元 差不多 40元 挺大碗 雖然有幾十元 但是這麼大碗麵 OK 好吃 95分 95分 幾分每分 100分5分 是的 OK 真的OK 這個湯底OK 如果我喜歡重口味 如果再濃一點 我喜歡再濃一點 我喜歡再濃一點 這個湯底我給50分 我真的給50分 我真的給50分 筋很實 我真的覺得 沒有咬口 沒有咬口 筋也不同 又不軟又不吃 不過我喜歡吃麵 不喜歡吃膠的感覺 我喜歡吃的筋很軟 這個麵 反而我覺得是OK 真的很好吃 有咬口 不知它的高處 沒有咬口 所以我覺得 最大分是麵 就不在這個湯 或者牛肉 我真的要喝到這個麵 不算 看我拍開什麼片 都知道我重口味 所以我真的一般清淡 都合成合理 但若果大家都好像美者 覺得清淡食是值95分 不妨試一下它 在杯車附近 鏡頭一轉 我們由杯車去到大安區 為了滿足我重口味 今次我們再去另一間 出名夠味 相信很多人都會認識它 不然你不認識 那你繼續看吧 留心點 這天你吃下麵 你只會用白糖的麵 吃下麵 好像來到台灣 沒有吃過好地 吃過麵 上五兩天吃過 我只是說不夠水準 所以給你吃回傳統的人 覺得好吃的麵 這個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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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貴 都是賣的 你自己看的 是否特別好吃呢 我自己也挺喜歡的味 吃麵 麵 蒜菜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很美味 一波黃 好像你這麼高 你看到剛才那間就沒有放蒜菜了 這一間就多得可以當飯吃 你又知道多一點點 這兩種風格的麵的分別 一點都不辣 在我眼中一點都不辣 這麵牛筋是相似的 有很多 牛筋 上次吃的牛筋 這麵牛筋 很難看 這麵牛筋 很難看 這麵牛筋 很難看 很難看 這麵牛筋 上次我給了50分 這麵牛筋 這麵牛筋 當然可以再用更好吃 我記得我剛才吃的牛筋 這麵牛筋 是真的 味道足夠 那麵牛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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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很強調它們 重口味 你給你看看 本店是重口味 台灣食的東西 你可以吃清淡 但台灣不吃重口味 我覺得是 酥脆 大家看到了 餐外的顧客 本店是重口味 當然台灣人問 會不會吃這些 遊客專屬牛筋 我應該會的 不過真的少 你想想 整個國家 整個地區 這麽大 這麽多的牛肉麵 遊客是需要照顧的 所以 剛才進去 我九成都是 是牛肉麵 我當時都覺得十成 那麽 本土人會吃什麽呢 我來訪問多些 本土人 問他們哪些牛肉麵好吃 然後我們又拍給大家看 一碗清淡 一碗重口味 兩隻都試了給大家看 其實評分就很主觀 我喜歡重口味 就重口味高分一點 你喜歡清淡的 自然就會跟另一碗高分一點 吃東西的最重要是 適合自己的口味 當然 兩間都記得你試吧 拜拜 等待 謝謝 謝謝 下廚 先看看 很香 好吃 這樣 時間多了 從我來吃 在店吃的家, 這間都不合理 你看 西门吃的那個 雞蛋豬扒,豬扒很好吃 所以我以為它真的有骨,但原來它只是一塊一塊肉 它真的像一塊肉,口感也像